疫情延燒政府都叫我們趕快去施打疫苗 不過台灣的疫苗接種率只有一成多 到底是為什麼呢? 雖然最近很多民眾都想要打疫苗 但是打不到 因為這個開放的權限還不到他們 我們就先來看看 我們國內疫苗現在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自己也有向國外購買 不過現在到貨的狀況是如何? 像是這個AZ疫苗 台灣自購原本是打算要買一千萬劑 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拿到了11.7萬劑 那至於這個莫德納的部分呢 當然我們也是買了505萬劑 那現在只來了80萬劑 國產疫苗就別說了 目前還沒有出現 那麼其他的包括像是COVAX的AZ疫苗啦 還有日本捐贈給我們的123萬多劑 甚至是美國的250萬劑莫德納現在都到了 不過為什麼民眾還是覺得說 感覺好像是你隨時去打 似乎都有呢 有人就突破這個盲點了 鑰匙就說了 其實這有點像是一個商業策略 當你貨源不足的時候你要怎麼做 商人一般操作的手法就是會做限購策略 所以會讓民眾一直覺得說 就是微博限購完之後就會有貨的錯覺 他說相較於這樣子的商業模式 你拿來在醫療這一回的打疫苗上面看 其實好像也說得通 他就說如果疫苗一下子就施打完的話 會加深民眾就會認為說 那就是疫苗不足的現象反而會去責備蔡政府 到底把疫苗怎麼買的買到哪裡去了 不過現在因為有規定前幾類的人打 讓民眾都認為似乎你只要去 就能夠打得到疫苗的感覺 請訂閱按讚分享T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